你 谁啊 我 冯森 我有急事找您 等会儿 等会儿啊 冯总长啊 大半夜了 什么事啊 监主 不好意思啊 打扰您了啊 我的是夜猫子 我突然有点急事 我想请您帮忙 帮什么忙啊 我想借阅 咱们档案室 有关于黄四海的所有资料 这都两点多了 档案室他没有人了 再说冯组长 你要看这么多资料 最好跟伍副检察长 打个招呼 没问题啊 你现在就给吴检打电话 就说我要看 我现在打 对啊 现在 马上 说不定天亮之前 我就能找到相关线索 这 有什么线索 还这么着急忙慌的 什么线索 机密 我要跟您说了 万一泄露出来 对对对 别说别说 我也真不能听 避嫌啊 那那 等一会儿吧 我给伍副检察长打个电话 好嘞 好嘞 我给伍副检察长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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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饭 好啊 谢谢您啊 没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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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成啊 我忽然觉得我们两个人 在这儿谈这件事情 有点可笑 怎么 如果张一伟不是你的亲儿子 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儿子 一个省委书记 还会和一个政法委书记 在这里谈一个小时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宋叔弟 张一伟确实占有我们时间太多了 按常理说呢 这是一个小案子 不就是一个强奸案的认定问题吗 在大的法律框架下 争议应该不大 我们费这么多时间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是想知道背后的人 如果张一伟是无辜的 那么谁会把一个普通的耶情 变成强奖案 刘成啊 你提出的关于人民的正义 这个概念我非常欣赏啊 但是如果人民中的某一些坏人 以人民正义之命 来绑架你这个道德又洁癖的人 把你变成他们的意愿 这是我最关心的 如果因为这件事你被抹黑 你被扳倒 甚至被团化 形成他们当中的意愿 这是我们最大的灾难 刘成啊 这回你知道我是为什么了吧 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这是我们整个价值体系 遭受挑战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外部 也可能出现在内部 所以你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来面对没有发生的问题 而不是消极回避 宋叔姐 你这么一说我真是开了笑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顺其自然 这街子要不划弄 怎么看都像是青春斗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 我明白了 静观其变 等待时机 一网大尽 这这点帮子 这个 人后边还有没有邀请函的朋友 我先拍一拍 等下机啊 给我一本白老师的书吧 稍等稍等 潘速队啊 嗯 我们清楚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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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正老师 我是方正粉 我一直非常欣赏您的文笔 也非常敬佩您的生活态度 我觉得在这么急功激励的风气中 您能够保持冷静的生活和创作姿态 您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艺术啊 您可别这么说 我也是个俗人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可是捧杀我了 那我会骄傲的 白老师 您只管骄傲吧 无论您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都会一直爱您的 对不对 对 白老师 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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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知道 白老师您在创作过程中 是先查资料的 还是先体验生活呢 这个问题也好 其实在我们创作的时候呢 灵感还有想象力 都是来源于生活的 请问需要点什么 如果我是知道一些 专业领域的问题 我呢还是需要去借鉴一些 专业领域的书籍 来给我做辅助 去参考它 因为这是创作者 对于作品严谨的态度 我呢也是要对得起 我的你们 冯处长 我进来了啊 来 请进 来 冯处长 王思凯杀人案的所有卷宗 所有的证据资料 还有庭审记录 都在里边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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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检察长最近不是去北京 学习了吗 我呀 请不见签的字 拖的人 谢谢 谢谢 我还亲自给高院的 陈长青院长打电话 加急办呢 全都是给我们 太谢了 监主任 冯处长 虽然你是钦差大臣 但是呢 这程序得走 那就签个字 签 签 签 来 来 你这个 这个 这个 来 进这儿去 五点够不够用 够够 不够再续 行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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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熬一熬的呀 都有口气 回头给你拿点三元牛奶来 走了啊 好好好 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和大家相聚在这里唱出预言 谢谢各位粉丝大大 你们对我的爱 就是我坚持写下去的动力 你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所以你们一定要继续支持我 我一定会继续加油的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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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老师 白老师 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就是在你所有的作品中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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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老师 您来了吧 您喝水 谢谢啊 你看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要不您休息吧 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要再次感谢 今天到场的各位粉丝 谢谢你们 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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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这个说明一见面会 时间也差不多了 白小姐 如果大家呢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请记忆不说话 可以归纳一下 然后统一发到我们的 超话粉丝群里边 我们一块儿交给大风筝老师 让他同意做答 再次感谢 张哨 谢谢 请坐 大风筝 大老师 是您报的警吧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张哨 我不是故意去找你麻烦 然后我 没事 我离人不喜欢翻旧账 过去的事咱们就不提了 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知道 乔毅现在怎么样了 他没跟你联系吗 复了事之后他就一直失联 我找不到他 今天我过来 就是想让您帮我忙 问题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开玩笑 他一句话你就能去报警 这得是什么样的关系 况且这件事你们是绑在一块儿的 胡说八道 不是 张哨 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跟你细致地解释一下 那天发生了什么 乔毅确实给我发微信 说他不愿意 之后我再给他发微信 他就不回了 我真的挺担心他的安全问题 所以我就报警了 再说了 谁不知道你爸是谁啊 我报警 不就相当于给你爸打电话吗 停 首先我从来就不喜欢拿张友诚出来下屋小孩 再其次 我张一伟做事分得很清楚 你是他的好朋友 他让你报警 你报了 这是你的本分 我不怪你 我能理解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乔毅他在哪儿 我知道了 张哨 你今天带个人来我的新书发布会 如果你想报复我的话 那你尽情地来吧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毫无还手的能力 你动一根手指头你就能弄死我 跟你说点话怎么就那么费劲 莫复你乔毅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别看我 我真的不知道 干吗呀 你要是想报复我的话你就做吧 我 不就 我不就买了你一千本书吗 至于吗 哇 好厉害呀 有千本 你们这作家也太感性了 是呀 下会了 梁老师 天啊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好厉害 好厉害啊 好厉害是呀 小厉害的 来 慢点啊 来 晓鸥 我们 都跑这儿来了 你眼睛怎么了 洪的力啊 是不是发炎了 那个 一宿没睡 是不是早上起得早 又陪领导开会 整理材料了呀 我这儿喝了三杯咖啡 开了俩小时 把你约这儿了 辛苦辛苦了 咱 咱们找个地儿说 好吧 这儿风大 就这儿吧 过来 什么事啊 这有神秘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今儿这话要不说清楚了呀 咱哥俩都得跳海 什么事啊 白哥 你是我的恩人 任咱哥俩都心知肚明了 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在这大原则 大环境下 说什么都没用 你得跟我说句真话 说实话 我最近这 老有的那种不祥之招 尤其这冯森来了以后 不诬陷我 算了 咱不说那些废话 你说你什么事儿吧 冯森是不是怀疑你收受贿赂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他已经上报了 他上报没上报的我不清楚 就算上报了 最多也是上报到袁洪伟这儿 也到不了张书记事儿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白哥 我问你 是不是郑主席前些日子找过你 对啊 又为了张一伟的事儿 还有那个冯森什么 查930案的事儿 我 我这么跟你说吧 现在应该是郑主席 亲自来跟你说 可是现在事情严重了 他不敢来了 我什么严重的事儿 咱就别绕弯子了 你就直接说行不行 郑主席得到小的消息 把你收了人家一千万 什么呀 不可能 我绝对没有 我自己 我要多出一千多万 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这怎么可能呢 那郑主席是谁啊 那是领导的太太 又是无双集团的董事会主席 她得到的消息能是空穴来风 不是 你仔细想想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没有 绝对没有 白老师 方程老师 今天的淑密见面会结束了 对了 以后您有任何事儿 可以随时微信我 或者给我打电话 您放心 我们后委员会 永远是您坚强的后盾 谢谢程老师 今天要不是你在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您千万别这么说 谁让您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呢 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谢谢程老师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您慢走 thought you were doing 我要叫我了 你给你打电话 我可不想让他知道 你 你这干什么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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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穿上去就待会儿来人了 来人我也不怕 我告诉你 我这儿也没有 不 你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这身上没有任何的窃听装置 大哥 你又跟我说句实话 哪怕你现在说完了你走了 你失口否认都行 反正我也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我怎么真想瞅你 管子 我 风哥 你是我大哥 但是你考虑没考虑到我的感触 我现在我 我是四面受敌 我现在力不从心了我 我是领导的秘书 是吧 他有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得考虑得周全点啊 我又是你推荐去的 你有什么事 我是不是不能不管 现在郑主席 又让我协调他跟领导之间的那些事情 我还得处理他们的儿子张一伟 给他擦屁股 替他处理私事 风哥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行不行 郑主席 郑主席发生这么多事情 还不让我跟领导说 你说我 我明白了 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一定是那黄思海 肯定是 黄思海怎么了 我 黄雨洪的儿子 他不是在你们那儿服刑的吗 他怎么了 郑主席找我说 要想帮这张一伟 就先得帮这个黄思海行个方便 行什么方便 还能行什么方便啊 就是让我在监狱里 对黄思海进行照顾 帮他去减刑 提供方便 争取早点假释 早点释放 就这些事呗 你帮着郑主席 忙活这些事 黄雨洪就帮着 张一伟解决这强奸案的问题 合着就是 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 谁都不为难谁 是不是这意思 不就是这意思吗 那是什么意思 不是 那这事咱们瞒着领导 那张书记知道了 他会处理咱俩的 那甚至有可能跟 跟郑主席离婚 不是 这 这事他不是我们想干呀 那郑主席找到我了 我不能假装 这什么都不知道呢 还有那张书记派来冯森 冯森来了就抓着 黄四海的事不放 还诬陷我 说我受贿 现在这情况是什么呀 就是郑主席 要帮黄四海 张书记 要搞这黄四海 然后冯森 帮张书记整我 你又帮郑主席整我 他们夫妻之间的分歧 全落我一个身上 我就是那 风箱里的老鼠 我两头受气 是 你分析的没错 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我也很同情你 但是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你仔细想想 有没有人给你变相的 给你这一千万 你 你查查你的账户 查查你的这个存款 看看你们家邮箱 甚至于 你有没有Q币什么的 变相的给你这一千万 没有 绝对绝对绝对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那你敢发誓吗 我 我发誓 我熊少峰确实有点贪慕虚荣 在网上胡说八道的 但我绝对是一好人 我绝对没拿一分不该拿的钱 就算是我 我答应这郑主席 他也得想帮张书记 我想帮张书记这么一个 海平这最有作为的 这么一清官 当然我 我肯定不能跟张书记比 但是我绝对没拿过一分不该拿的钱 我用党员的荣誉和生病发誓 如果我干这贪腐的事 我让海浪拍死 让娃娃吃了 让螃蟹给我分尸 你敢不敢用 你最在意的人的名义发誓 陈文忠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就是想 让你告诉我实话 那我就用我女儿的生命发誓 如果我熊少峰搞贪腐 我老婆孩子出门让车撞死 行了吧 行 我相信你 我怎么 怎么来就 你就非逼着我 揍我家里人啊 我老婆孩子招呼谁了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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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啊 你是领导身边的人 不是 我确实想跟你搞好关系 我 我巴基你 我想搭上领导这条线 以后这个能方便一点 是吧 那我罪不至死吧 怎么就非得把我老婆孩子招呼死啊 我 我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那这样啊 我 我什么都不管了 行吗 什么郑主席啊张一伟 让他们全滚蛋 我不管了行吗 他要我怎么样 我不管了行吗 对不起我 行 我就问你为了 你告诉我为了 为什么党性 就这么不值钱 我一个共产党员 我认为党员的身份高于一切 远远高于我的女儿的生命 高于我老婆的生命 高于我自己的生命 怎么你就不相信 还有人他就是把党性 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你怎么就不信 你一个党员居然也不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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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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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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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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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